大家好,歡迎回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歡迎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採訪身邊的嘉賓,在要財政圈研究部的經理,陳米聰,Jason Jason,你好 Jason,我們先去解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位家庭觀眾梁小姐,想問兩隻股份 分別是2805,比亞迪電子,問現價可不可以進入 指示價是多少,上網空價有多少 比亞迪電子,現價2805,偏後一隻股份 在4.45%,跌接近3%下來 今日來講,最高見過4.6%,最低見過4.45% 梁小姐未有貨,今日跌3%又能否進入呢 如果我們看股份來計算,是否要比亞迪電子 是,比亞迪電子的,2805 如果我們看比亞迪電子來計算 他之前上個星期就曾經抽了上來 但是在最近這幾個交易日 都有個高位就開始回到來 你看回走勢,上個星期這樣抽上來的原因 只不過因為大家就衝勁回到下一年 整體智能手機的出貨量會增加 還有之前也有些大恐報告都是把 富士康方面的評級調高了 令到比亞迪電子都能夠受惠買的 但是如果你看回過去一個星期 都由3.7就曾經抽到上去4.89 整體累積升幅,我覺得都是過了龍 所以你說短線做一個整顧都相當之合理 所以你說要買的話 都不妨是可以再等它回多一點點 看看接下來這條10天線不斷上的時候 看看可不可以形成一個支持 初步我自己定買入價方面 就可以放在大概4.3左右 他問是否較穩妥的股份,中線持有又行不行 如果你說這隻股份就絕對不清不上是較穩妥的 因為始終你見到它本身的業務的性質 都是很依賴智能手機的出貨量 就算你說整體的手機 未來來計算還有發展空間也好 但始終在市場上 你做一些手機的配件 做一些手機的代工等等這一類型的業務 都是算是一些相對比較低檔次的業務 意味著手機生產商要去找這些供應商買貨 其實都有相當之多的選擇 所以你說比亞迪電子來計算 就算它真的能夠接到單額 但都可能在價格上 都會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對目利率方面都可能會有一個壓力在這裏 所以你說這隻股份我覺得都算是一些 波動性是比較大 以及風險都相對比較高的股份 所以整體來說 如果你想著一個長線 穩陣的部署 這隻股份就未必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多謝家庭觀眾梁小姐的電影有問題 另外家庭觀眾劉小姐打電話進來 先聽聽她的電話 劉小姐早安 早晨 早晨 我想問一下幾隻新股 現在我想抽一隻或兩隻 哪隻抽得過 是 你看中哪幾隻 有1681的康神藥業 然後1448的福壽源 然後1678的號碼 1678的中國創意加改 不是119 119富貴鳥股份 這四隻想選一兩隻抽 分別有殯儀股份 藥品、辦公室家具 和服飾專營 四隻選一兩隻的話 會否選比較堅密大一點的福壽源 如果你看看四間公司來計 我覺得福壽源 由於本身都有一個概念在 而且始終在香港上市的股份 就真的沒有一些比較大規模 做這些所謂殯儀 或者一些所謂安葬方面的業務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說這隻 叫做有個Gimmick上來香港的 再加上就說 看到本身的集資額 都是十多億 不算大 只要你說好像在昨天 剛剛開始去到招股 都已經有超過200億的孖展來應購 理論上 對它的股價來說 都一定會有個支持在 所以如果你說純粹以一個很短線的部署 想著去上市 頭幾天就想著沽了去的話 我覺得福壽源就相對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還有要留意 由於福壽源的超額應購的比例 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與其你將錢分散去不同的股份抽 倒不如將錢集中在一起 完全把錢撥去抽福壽源 否則如果你說抽得太少的話 基本上中籤的機會都相對比較低 反而你抽得太多 由於超額應購配數是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到中籤方面的比例 都未必會是特別高的 所以我自己建議 不要分得太慘 不妨將資金集中 抽福壽源相對比較著數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了 謝謝你電話 另外下位家庭觀眾 在電話旁邊是李小姐 李小姐出生 古安琰 教 AJ朋友 我有3 只購票要問你 是啊 可是 第一只要是902 那Jason剛才您說 $7.2如果搜不來 那就不怕 因為我被 lifts他612 我只賣 verklё判 它現在連續支 是7.2 也覺得不難 怎樣做 902來說 近段時間股價相對比較弱 其實昨天跟你說 7.2这些位置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支持位置 昨天收市之前就能够守得住 但是你见到今天一开回来 亦都是跟着大涉跌 暂时都是7.2楼下那里守不住 如果你说见到去今天 如果股价都不能够上7.2那里收 整体整个的下跌浪都还是会持续的 既然你说现在走了的话 我觉得就未必需要那么快去买回 我自己看看整个下跌浪 我相信延续的机会都会比较大些 所以如果你说本身走了货 暂时就不要再考虑买回这只猪 李小姐还想问哪只股份 我想问560 你记得我之前问过你 因为他之前的图真的不好 他也认可測 你见不见他由2元兜上来 现在鬼死那么漂亮 我怕他会去回3.3 你觉得我这些位置追 所以一定要低些才追 怎么做呢 这也是 之前你说在8月9月那段急跌 大家都觉得会不会整个调整都会展开 但是经过9月至11月这段 在2元至2.3的位置那里横行完一阵之后 都在12月初开始就有一个明显的升势 更加在昨天来算 就算你说市做得不是太好 但这只股份都能够成功升穿了 之前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区 就是2.3.5的位置 如果你说单体的形态来说 的确现在做了一个大元底的一个形态 理论上股价都应该在短期里面 还有一个升浪会出现 所以如果你说做一个短线部署 我觉得这些位置追回一点 问题应该都不是太大 初步你说上网的目标 短期来说先看大概2.7至2.8的位置 李小姐还想问哪只股份 那只股份是6号自民 我弟弟是6.3的位置买的 他说6,61元走 他妈妈现在穿和美居走 但如果RSI那么低 刚才560的RSI那么高 是否都可以追 是怎么做 其实RSI高 看560来计算 其实都只是说60多 即是60多 未去到一个所谓严重超买区 所以你说短期的调整的空间 未必说会真的太大 那你说这一阵的股价 你买了下去了 那未来真的有机会上去2.8至3元 那RSI才会上去大概75至80 那到时候你才走货都未迟 那如果你说说回6号来计算 那你见到昨天 中电和港灯都宣布了未来的电费方面 那个加价或者调整的幅度 那中电来计都说会是加价的 但整体的加幅方面都不算是很大 那还有你见到本身 就是之前他都叫做 有个准許回报率的协议 9.9% 那如果你说他未来不加价 那是否能够可以 就是拿回这个回报呢 那大家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而且始终你去到下一年 那港府和这两点 都会有一个谈判的协议 那为未来 就是由2018年开始生效 准許回报的合约 那所以会不会有一个谈判在前面 那所以两电在今次宣布 那个加价方面都不敢说 那么进取 那变相就令到 那个股价在短期里面 都会有个压力在那 那但是你说电能方面 虽然你说RSI都比较弱些 那但是由于说 今次RSI落到现在30的位置 都未去到之前大概20这些水平 那所以如果你说单体的形态来说 暂时在做一个所谓箱底背驰 那只要你说来到60元 收得住的话 我觉得问题不是说太大 那还有未来都要留意 就是未来的反弹 能不能够可以成功升穿62元 企运在10天20天线楼上 就是比较关键一点的 如果你说未来的反弹 都仍然是受制于62元的话 那整个下跌浪呢 我相信都还有机会延作 那到时候你走一走些货就合理了 谢谢李小姐的电话 下一位家庭官长 吴小姐的 吴小姐你好 你好早晨 我刚刚想问浩仔 是吗? 本身有没有货? 我昨天刚刚1.6元入了少少 都不要紧要 我当作收息 如果它 不知道会不会去到什么低位 可以再购买 再购买 我反正都会收息 今天又再穿底了 反正收息的时候 可以放的 是否能够够呢? 你说要够够 我觉得都可以再等它下低一点 始终你说 虽然这一类的公用股 即是大跌的空间 或者机会都不大 但如果你说 以一个收息的角度来说 都要留意 因为始终 本身这一类所谓高息的股份 都是相当之受到 就是美国方面的退市时间表的影响 你见到 近期美国出来的经济数据都比较强 而且也见到 有部分联储局委员都开始放口风 就说可能去到明年年初就开始退市了 兼且都见到 美国的十年期债息 都开始上到大概2.8厘左右 这些高位 所以如果你说 未来真的退市 债息仍然是抽高的话 变相对于这些收息股来说 都会有个压力在 所以如果你说要交货 都不妨是等它再跌多一点 你说短线的 刚刚说过 你说60元是一个支持位 希望它能守得住 整个下跌形态 就有机会可以有个转变 但相反 如果你说未来年年 60元都要跌穿的话 我相信它下一个位 就可能要落分 大概是58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要交货 不妨是等它再跌多一点 看下没有机会下回 58元以下才考虑 好啊 吴小姐 还有其他股份想问 有啊 我想问二百二二 在哪位 在哪位可以入呢 好 南方A50的今天A股 三大指数跌超过1% 暂时9.63 想挠的话 几千入好了 你说内地的市况 短期的表现都是一般 即使你看到昨天 出来的经济数据部分 都是比预期好 例如零售销售 都是叫做不错的 但是 大家都会把那个原因 归咎回 因为上一个月 有个双十一节 即是叫做促销的规模 令到零售销售看上去 就好像做得很好 但是你说 未来的几个月 能不能够保持到呢 大家都还是有个疑问 再加上就是说 工业增加值 或者是固头方面 那个数据 就没有预期中那么好 变相 就令到那个A股 都是跌了下来 那如果你说 就是要买这一只 2822 看个小 我相信 都可能会再跌多一点点 那如果你说 没有货的 要买的 大概就设定在 9.5这些位置 就可以考虑买回 好啊 吴小姐 是不是想问一下 2899 是呀 这只会不会就来升 好像看个价格 好啊 你想买的 是吧 1.79 至今现价来说 今天最高见到1.8毫业 那大家都看淡 金价前景 金矿股可不可以买呢 是呀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只股份会就来升呢 因为都看回 其实近期的金价来计 就算反弹也好 其实力度也不算很大 再加上就刚刚也说了 始终未来美国方面 有机会短期之内 会是部署这个退市 所以对于金价来说 都会有个压力在 所以至今 暂时来说 我就不建议买住了 你看回它的形态来说 仍然都未能够升穿 是过够这些阻力区 所以如果你说 未来金价继续跌的话 它的股价跟着下跌的机会 都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暂时来计 我就不考虑这只 谢谢 亦都多谢家庭观众 吴小姐 下一位家庭观众 陈小姐也是在电话旁边 陈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早晨 我之前 我之前 八六八 我之前 买了大概八个一 买了 八个八 买了 我看到今天跌了下来 几天我打算 都觉得这只都 冬前都应该可以 好 目前这个价格 是否应该再进 好 平均价比较高 两柱都是八元 留上 现在七个一毫一 信义玻璃 如果你想再混合的话 又可不可以继续混合下去 没错 这只股份的确在基本面方面 或者之前出来的业绩方面 都是不差的 但是既然你说股价 在今年以来都升了这么多的时候 短期做一些调整都相当合理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没有货去到 如果你想再混合货的话 那我都觉得 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在股价方面 我也是可以再等它回多一点 落回去大概六个 霸了这些位置 才考虑 那个直博就相对比较高 好 还有没有其他股份想问 有没有货货本身 有的 本身很久之前 16元买过一手 1元买了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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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晚问 现在这个股票有多少下来 那是什么适合买入呢 是 那都拿了很多手 亦都是比较高价的时候 现在8.45元 比较高价 拿着中建材又可以怎么做 那既然你已经是拿着那么多货在手的话 那我就真的不建议再去加住了 那因为始终你说这只股份 虽然去到明年来算 那照计水泥的行业 就可以慢慢是复苏了 那但是最大的问题 本身的负债都比较高 那和你说在业绩方面 去比较其他水泥股 都相对是比较顺色一点 那既然你说本身这只股份 基本面都不是真的那么好的时候 我就不建议你再去混货 好 还有哪一只想购买的 8.23 8.23 我之前在37.5元 买了两口 那我打算你放下 好 那就是37.5元 是 你想走 还是再买的 想再买的37.9元 就有微利在手 但是刚才提到 美国的环境上 都不支撑到高息股的表现 再买的 是否做得不好 是的 那我也不建议这只股份 暂时在这个价位再去混货 因为始终刚刚说过 就说这些高息股 跟美国的债息的走势都相当敏感 那如果你说未来来 债息仍然有机会上升 那对于领会股价 都会有压力在 那再加上 就说之前你见到 出来那份的业绩来计 也都没有什么一些很大的突破 包括你说未来的收购部署 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想 在之前靠翻新 靠去 即是翻新的公屋 那些商场 令到NAV不断提升 整体的步伐 都过了高峰期 那你说未来来 当新型的项目 再给你翻新的量 是越来越少的时候 那我相信 对于NAV来说 都还是会有压力在这儿 就算是升 都未必有 好像之前来说 升得那么快 所以初步来计 这只股份 我就不建议 这么快去到沟货住 那你说来着 见到股价一旦是穿 37.5 那有机会落到 大概是35元左右 到时落到这些位置 你才考虑是否再买 好 谢谢 也多谢家庭观众的电话问题 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Jason 刚才所提及的股份 有没有哪只字架有次了 没时候的 好 谢谢 回来 就是发达港场的环节 在11.1的时间 仍然都有问到环节 家庭观众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稍后回见 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